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约翰义书四章的七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 主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应当如何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献上祈求祷告 风车是名求阿们 好 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的经段 我相信大家会有点恶熟 我们先一起来听听看 好第七节开始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很有意思哦 上帝的爱 神给我们的生命 认识神其实有很紧密的关联 当我们爱神 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更加的长大成熟 认识神也更深 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这样的功课 我们的生命愿意继续来成长长进 然后更多的爱人 更深的认识神 很有意思 如果我们认识神更多 其实我们可以展露的属灵生命就是充满爱不是吗 我们会看见人的需要 我们就会伸出所来帮助他们不是吗 今天是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的经文第八节第九节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所以好好来想一下 请问我自己的生命有展现出爱心了吗 还是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开始想 什么叫有爱心 我们是不是愿意看见人的需要 愿意去帮助他去关心他 还是永远都想我自己 我自己我自己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 没有用这样的角度来想这件事 好像我已经每天都来灵修 每天都每个礼拜都很固定 我都会来教会聚会 我会奉献我会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我说我认识神 但是我们有爱心吗 经文就这样说好直接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个神是怎样的神 他就是爱的源头的神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爱心 不顾人的需要 那我们怎么可能说我认识他 特别上帝就猜他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替我们众人死 这个牺牲的爱 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 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那既然这个爱已经在这了 但是我们生命却完全没有任何回应 我们怎么能说我们认识神呢 所以神独生爱子 他已经成为了最美好的见证那记号 让我们看见神的爱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生命当中也想 我们可以来做些什么 第十一节 或许我们从约翰艺术一直以来 已经一直听到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但是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神是怎么爱我们 经文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神独生爱子都替我们牺牲了性命 祂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所以在今天要不要试试看 给自己机会 安静坐下来想想看 我可以怎么样爱我的家人 我可以怎么爱我的同事 爱我教会弟兄姐妹 爱我的朋友 爱我的亲戚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如果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而且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是不是可以住在神里面 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团契 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展现出彼此相爱 以致人眼很清楚看见神就在我们的中间 还是我们只是号称我们是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中间却没有爱 讲这样很空泛 你只要想想看 你来到教会 你是不是可以坐下来 到某个你习惯固定位置的时候 你也看看身旁的人 你知道他这礼拜过得好吗 你知道他有什么软弱 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情吗 或许我们可以用这样方式来思想 来查验看看 我们先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要再次到你面前向你求恩典 主求你亲自来施恩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彼此相爱的信息的时候 愿意能够用生命来回应 主求你看我们鼠灵眼睛真的看见 在我们身旁人的需要 或许是外在的物质 或者是心灵的软弱 让我们得着从你来风筝的爱个恩典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向你身上祈求 祷告风筝的生命求 阿们 阿们